是在森林中待面就是 你會比較舒服的動態嗎? 就是會讓你更 更focus在唱歌嗎?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英尼而在 讓我們歡迎特別來賓 惠竹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王惠竹 謝謝 最近呢 剛好 前陣子剛好發行了 專輯 西專輯 叫做Face 然後其實這張專輯在講說 就是Face 因為是面對 其中也有笑臉的人 對 然後應該是指說 每一首歌在想述說 你面對了很多事情 那大家可以來講一下 你在想的時候想了很多很多很多名字 那Face這個名字 最後是取它的 英文上面的名詞 以及動詞的意思 就是舉例來講Face 就是臉 名詞上面 那其實叫臉的原因也是 我在這麼多年來 在自己的作品上面 正式的用正面去 去面對大家 因為像你之前是沒有完全露臉的 然後這次算是第一次嘗試 對 就是在自己的作品當中 做這樣子的選擇 因為過去就是比如說第一張專輯 就是頭皮的 對 然後這張做EP的部分是插畫的呈現 所以就想說 這張專輯可以露臉 讓大家透過我的模樣 然後更記住我的聲音這樣子 其實這張還蠻特別的是 有很多曲風 然後還有很多語言 跟我們的專輯概念的 面對這個事情也是有關聯性 面對其實就是 我在面對不同的事件 然後去產生的不同的作品 所以其實不管是在歌曲概念 或者是曲風上面 都是有取它的多樣性 有很多神賞在裡面 對 對對對 就比如說製作人是Everydays 他很擅長Indie Pop的東西 那其實他在這一張專輯 也嘗試了很多電子 像MuroMuro電子這樣的東西 或者甚至是一點點MOTO的元素 這樣子 這樣子 這麼多風格其實也是我跟Everydays 在溝通 然後在製作的過程中去 產生出來的樣貌 算是你們兩個都互相突破跟成這樣吧 算是嗎 對 那你要不要特別分享一下裡面的歌曲 裡面的歌曲 我最剛開始就是 一聽到就是 直接讓我驚豔的是TOTORO 有一種就是 你面對感情或者是失敗 有一點呈現孤獨的狀態 或是也許是紀念 呃我沒有正式的給他一個 就是代表性的 形容詞或是動詞 但是這首歌 如果講紀念的話 沒有到紀念 但或許有那樣的情感感 其實TOTORO這首歌是 TOTORO這首貓 所以這首歌的歌詞 主歌第一句 我用了四句日文帶進來 那這四句日文代表的意思 像第一句就是說 TOTORO動畫在電影院重新上演 所以其實這首歌 就真的是今年完成的 那那個時候 其實也是很剛好 就是你剛剛提到很多語言這件事情 我也沒有想說我要寫日文 我跟Everyday是在這首歌說 我們一起做出來的 先有一個backing 用木其他的backing 我就回到家 然後在那邊一邊彈一邊唱的時候 就覺得 欸 我這樣可以唱日文 那我會的日文不懂 就不小心唱出TOTORO這首歌 對 然後剛好這件事情 就是重新上演的事情又發生 所以我就覺得 我要把這件事情寫出來 因為TOTORO這部動畫 在我小時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記憶 因為我們家有那個 錄影帶機 就是一個 一台網路的跑車 喔 你有唱過對不對 沒有 怎麼可以 你有沒有看過對不對 我沒有看過 太可惜了 就是我們每個人家裡面都有一台跑車 好酷 對 它就是一台錄影帶的機器 TOTORO這部動畫配我們家 就有那個 萌萌的錄影帶 所以其實小時候就是會一直看這部片 第一句就是講 他重新在電影院上演 然後第二句日文寫的是 就是裡面角色小梅這個 就是妹妹那個妹妹 她很喜歡吃玉米 那她 她媽媽生病了嘛 那她願意分享這個玉米給她媽媽吃 所以 我就把它帶到我自己的 個人經驗來 因為我也很喜歡吃玉米 然後其實 也是剛好自己 有一個很重要的親人生病 對 然後就有點把這個情緒 帶到自己身上 就覺得 我也願意分享我的玉米給你吃 這樣子 那這首歌就是在講 這件事情 我怎麼面對這件事情 然後 自己 就算不成熟 我也要 表現成 對 表現成熟成一面 然後 我繼續往前走 好好的 走下去 生活下去 對 我才可以帶給我 身邊 也在任何生活的 一些 正面的 回饋 那彼此之間 才可以繼續的 往前走 我們都好緊 很緊齁 對啊 我們今天我們都好緊齁 所以你把它透露在這首歌 我覺得對 對我來說 創作就是我去 表露我的情緒的一個方式 不管那首歌可能是 就是兇的也好 情感層面很多的也好 像這個 就算我歌詞顯得那麼隱晦 但其實我是 就是把自己的故事 跟自己 很深刻的事情 放到歌詞裡面 也算是她 你是從中間比較低潮 或是比較 到後面 逐漸變成 就是 可以明亮的面對大家 那種感覺 嗯 就像 接在Toto的後面的這首歌 待會兒站在你面前 這首歌 大家一看Stink 可能會覺得我在寫 比如說 情感關係 其實我覺得 它就是適用於任何關係 對 情感也好 男男女女之間 對 家人 朋友 這些 甚至是自己 對 有粉絲跟我說 他覺得他很像在跟自己 對 其實我覺得人 跟人之間 即便是自己對自己 都沒有百分之百的誠實對自己 就比如說 自己跟自己 就是 我看不到我自己的盲點 對 我需要藉由別人來認識自己 對 那如果是說 比如說 我們最親近的 好像覺得最親近的 就是家人 但是 有可能 就是最親近的法 不會跟他們說 對 自己經歷的 對 就是我們會常常說一些 善意的謊言 對我來講 善意的謊言 其實都是為了讓彼此過得更好 但是 有時候 這個善意的謊言 它累積越來越大 好像就會造成 我們這段關係裡面的梳理 對 然後這首歌 想要講的大概是這個意思 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故事啊 或經驗 然後我就看你怎麼去應 或是去理解這首歌 你算是比較偏正直來做音樂 你對於音樂這件事情 會不會有改觀 或是說 有變化 我覺得就是無時無刻都是在變化 就有時候會覺得 它就是我工作 怎麼那麼煩 我覺得 不可能沒有人有這個情緒 我相信 就是 就算我再怎麼喜歡這件事情 它是工作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有很多 就需要去解決的 比如說行政也好 它就是會有一些行政的手續 它就是 音樂不可能只有音樂 對 就像這樣的事情 但是 其實比如說 我在舞台上表演的時候 觀眾給我的回饋 那又讓我覺得 我的工作是很值得的 對 或者是別人聽我的作品 覺得 真的好喜歡 或者是我幫他們說了 什麼故事的時候 我就覺得 其實你自己也本身參加了蠻多節目啊 或是要入圍進去講 那這對你來說 就是可能也有更多人的認識 對不對 那 其實你的作品 被更多人聽到 那對你來說 就是 有什麼 發揮影響力的地方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因為像之前 入圍進去講 然後去參加了 好聲音 好歌曲 然後包括現在的聲明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謝謝 嗯 其實我覺得就是 就是 我一開始進到這個行業來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剛進到經濟公司 那我其實對這個產業 一無所知 就是我很天真的覺得 我進到一個經濟公司 那他們會幫我做好一切的事情 但是其實這一切的事情 還是要從自己出發 自己 我自己也是一直在調整我的心態 比如說我去參加這些選秀節目 首要想要得到的目標 就是收到更多人的關注 對 但是其實受到這些關注的同時 一定有正面也有負面的評價 就是壓力啊 或是評價 對我來講 我在參加這些節目 很重要的事情是 對我自己說 來講是 我可以從這些節目去 不管是觀眾的評論也好 或是我身邊的人給我的回饋也好 我可以從這些事情更認識我自己 那更知道我在這個行業上 我要站在什麼樣的位子 或是我應該用什麼樣子 的角度繼續去進 像 好聲音好了 我就很清楚的知道 我不是一個可以靠唱歌 單純靠唱別人的歌 這件事情 好好的在這個產業生活的人 因為我也不是那種大炮型的歌手 然後我也不是說聲音特別的 完整的去控制 我靠比較多的是情緒 這件事情就在我參加好歌曲的時候 很明顯的表露出來 就是 我參加好歌曲的時候 我很自在 因為我唱的是我自己的歌 我就覺得我很舒服 當然我在那舞台上要頂的壓力 其實不太一樣 就是 譬如說我才笑鼓器 我要把笑鼓器才好 但是我不用去管說 我要唱別人的故事 我要怎麼唱出我的故事 對 因為那就是我的東西 所以 透過譬如說這樣的節目 我就可以認識到我 我自己 我應該要 用什麼樣的方式 繼續 在這個行業裡面生存 對 像森林之王 其實就是最近參加的節目 那 在參加這個節目的時候 其實我都評估過各種 狀況了 對 實際也發生了 對實際也發生了 對 就比如說金曲獎 一定是會不會拿出來講 這我也知道 金曲獎 並不是像我在節目就是 可能那幾句話 可以概括出來 所謂的字 我現在誇好 金曲獎跟我來說 大多時候並沒有實質的幫助 我覺得 它就是一個幾個字 的句子 但其實這句子背後的意思 很大 首先它也跟我有關係 就是 為什麼沒有實質的幫助 因為我 入圍金曲獎之後 後面沒有更多的作品發酵 再來是 金曲獎入圍 畢竟也是入圍而已 觀眾沒有義務 要去知道你是誰 就像我剛剛講 要透過作品說話 在聲音之王 那個片段被剪出來的時候 我其實在 講話當下 我就覺得 我不應該哭 我也不應該講那些話 因為我覺得我知道 我會被罵 可是那是你最真實的 對 就是我想要講的事情是 金曲獎給我的幫助 當然很大 就是我可以用這個 金曲獎的名字 去報名聲音之王 讓別人可以用這個 來報我 就是提一個新聞點 可是 我在幕前 並沒有因為這三個字 讓更多人認識我了 對 所以 所以 我覺得重點是 所以 所以我才去參加 聲音之王 想透過這個方式 對 其實我想問一個 就是在聲音之王 待面就是 你會比較舒服的同胎 就是會讓你 更 更 在唱歌 欸我覺得不會 因為那邊很不舒服 對 連走路都要看一下 就是路在哪裡 面濟水就會掉 對 對 然後就是 就是 體外的話 對 但是我覺得 就是除了這個 就是表面上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 還好我 我其實沒有很害怕 就是用我的臉 去面對別人 這件事情 露面這件事情都有來講是好的 對 那我也透過這樣子的節目在學習 怎麼露面 怎麼跟大家面對面去講述自己的故事啊 情感這些東西 對 那我想問你接下來有沒有什麼樣的計畫 接下來就是明年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明年很快的明年 1月15號 演出 對 會有一個Full Band的專場 就是我以往可能比較擅長的也是 其實最有認知的就是我一個人 或者是踩著我的look 一個人的演出 但其實我做完這張專輯 或者是甚至說我在舞台上 其實背後真的有很多幫助我的夥伴 真的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在舞台上呈現 那所以這場演出就會帶著 夥伴們一起在台上 Full Band的形式 對 用Full Band的形式 完成 這個很重要的事情 其中也包含這次的新專輯 對 可以跟大家用實際的方式來見面 沒錯 就是叫Face to Face 面對面 對 就是你可以透過這個認識會主 你可以認識你自己 就是透過歌曲的方式 好 那接下來要不要為我們帶來一場演出 帶來一場演出 帶來一場演出 對不起 等一下 真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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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場演出 對 好 要不要讓我們帶來其中可能 你覺得你最深刻的歌曲 好呀 我想呈現給觀眾的歌曲 那我就帶來就是 我自己很喜歡的這首歌 其實我剛剛沒有回答到的問題就是 代表我的未來 就是這首歌叫 山一直都在 其實是我一直 我一直很喜歡爬山 然後我就寫出山一直都在這首歌 那其實要講的事情是 我們的目標 雖然有時候就是 在上面那麼遠 但是 並不是說 我現在 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要馬上達到那個目標 中間一定會經歷很多困難 挫折 但是如果中間 因為一些事情 沒有辦法再往前走 那沒關係 先暫停一下 休息一下 下次重新準備好再來 因為山一直都很遠 人家 變成是座山 哪種藍在算可愛 顏色跳不來 怎麼化到奇怪 無法猜太快 真的誰有一點期待 暫時打開 等風吹來 眼前是座山 那種綠菜算自在 綜合兩步了海的多少公里漫山 往前看別人選我搖走的路 多不平坦 你不平凡 Obs and Dobs and Hats and Lows 太美好的但不做 It's not easy or difficult 若有些路來不及走 別強求山一直倒在 愛 那最後有沒有想要跟請音樂觀眾說一下話 首先就是很高興大家花了那麼多的時間 看這場專訪認識我這個人 對然後未來有機會我們就相約音樂場上見 那希望大家繼續喜歡音樂 繼續挺音樂 好那如果最後喜歡惠竹的話 可以到他的FBIG YouTube去搜尋他 然後訂閱支持 然後呢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集見囉 掰掰 掰掰 抱歉是先踩左腳 踩左腳 踩左腳 然後腳邊右腳 抱歉 抱歉 然後 就是要那種 就是風流聽 腳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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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 在家裡 對 誰啥 誰啥 在家裡 沒了 打開 我覺得 姐姐 這樣子讓妳 desktop 看世界不過嗎 這未來自然把它用來 這個中間 當前直到中間 慶 thankful 忍忘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